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兄弟们看到了没有 37.5%的乘伤 27.8%的输出 简直是小桥看了流泪 黄中看了叶沉默 究竟是什么 让白起扛压输出 双走高 这就要说出我们本期为大家带来的新玩法 不死战胜溜 召唤之技能携带之聊 名文携带常规的肉名文 十宿命 十虚空 十条河 装备为抵抗之蟹 反甲 不死鸟之眼 涌夜守护 暴力之甲 纯净苍穹 没错 就是纯净苍穹 对于白起这类有高坦值的英雄来说 当你购买五件装备后 已经拥有了11624点血量 和1075点物康 如果你再购买一个不强中道 他也仅仅只是增加了5%的物理减伤 和1200点生命值 属性增幅较小 即使你购买了一件霸子中 他也仅仅只是增加了2000点血量 2000点血量对于后期发育成型的法社来说 根本算不了什么 相比之下 在一波团战中 纯净苍穹的3秒30%减伤效果 可以帮助白起减免更多伤害 与我这一波 我方追逐落单张良 张良临死反扑按住我方镜 敌方高近利见识开大入场 我配合镜先手击杀张良 敌方凯蒂从草丛算错 对我瞬间上瘾了血条消失处 我心急之下开启苍穹 再配合治疗 血量骤然拔高 看看这绿色的500 700 4000 1900等等 这不团战我最少回了上万年血 想必敌方的内心是崩溃的 这咋越打越起劲 越打血越多 兄弟们 这就是不死战神流的白起恐怖之处 接着我们再聊聊白起的输出 白起的伤害主要来源于1技能 爆裂和反甲进一步补充了伤害的手段 再加上装备属性的攻击力加成 还能再次提高白起的伤害 尤其是打拉扯时 被动和不死鸟可以强化技能 永夜治疗的回复效果 那纯净安装又在关键时候减伤 只要白起不死 那他就可以一直转 一直打输出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小伙伴 将不死流白起和双烧流白起做比较 那我们来对比一下满级六神装 两者在抗性方面相差无几 那战神流白起的攻击力 冷却数据移速更高 而双烧白起在不叠加肉刀乘数的情况下 就能卡5000点额外生命值 大招控制效果比不死流白起高0.2秒 但不死流白起是能将所有装备的属性说一最大话 而双烧白起依然会面临打野刀跌不满 虽然双烧的惩戒效果 可以加快白起的发育速度 但是当白起没有限权的时候 这个效率也不会太高 而我们推荐的白起无论是治疗效果 还是纯净苍穹的减伤效果 在打残时更难以被集火点杀 容错率更高拉扯能力更强 最主要的是双烧猪这么强势的原因 是因为八戒的被动 损失生命值会以残血的形态暂存 那期间对敌人造成的伤害 会以百分比等值残血转换为真实血量 也就是说这个灼烧效果是可以帮八戒回血的 但是白起的回血只能依靠技能和装备 灼烧伤害仅仅只是增加白起在抗压时的输出 所以综合考虑我个人认为 咱们这种峡谷巅峰伤害更适合大众玩家 兄弟们看我这波连胜数据 各种金银盘行动了吧 行动不如赶紧行动赶紧拿去上分吧 最后再教大家一个白起的花痴拉人技巧 在钩子收回的瞬间释放大招 可以改变拉人的方向 往哪个方向跳就会往哪个方向拉人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将敌人拉回塔下 兄弟们学会了吗 一开地名为幻想者的矮冬瓜留言 你们不要胖子胖子的叫啦 他以前受过下面还有个先有回复啊 谁没受过我最亲的时候才七斤半 好家伙大熊猫的笋都被你们夺完了吧 身上的肉我也把握不住啊 兄弟们要不分你们一点让你们来长胖 骨牙688每晚七礼拜咱们不见不散 咱们不见不散